HELLO 大家好 我是WEN 歡迎來到泰坦總級馬拉松第18集 迷畫劍客 沒錯啦 身為第四隻登場的590 這樣說 可能聽不出他的悲催之處 身為跟在斷罪天使後面出的590 這個悲催就聽得出來啦 相當可憐啦 跟在斷罪後面出來沒好事啦 你看看那兩隻平民英雄變什麼鳥樣啦 再看看這隻590啦 真的是除了可播 還是只有可播啊 那我們首先講講啊 迷畫劍客這隻角色啊 他的定位真的算是很特別很特別很特別 你說他是個輸出嗎 不是 他是個坦嗎 不是 用明日方宗的話來講 他是個特種幹員 用別的遊戲的說法來講 他是個擾亂型的角色 所以沒有輸出 沒有坦度 但是 能做到擾亂 對 他能在擾亂之中 應該說 他可以邊擾亂邊打點輸出 然後又可以在擾亂之中保自己不死 他做到的就是這樣而已 你說要他硬去站前拍毯 馬上倒給你看 你說要他打個輸出 那個數字出來你頭會很痛 但是你會發現 他穿梭在敵戰裡面打人家的時候就 哇 好爽喔 亂的真好啊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先來看他的技能吧 首先看他大絕二重生 反正就是召喚出他半生 然後屬性跟本體相同 但是額外獲得10%敏捷 然後與另外一半戰鬥一定時間後 推隊最虛弱的敵人發動連手攻擊 那當半生存在時 會獲得免傷 會獲得減傷啦 本體會獲得減傷 對 那簡單來講就是召喚出另外 就是召喚出那個化妝人來幫忙戰鬥 然後他會針對最虛弱的敵人去做一次最後一擊 就是兩個人一起往那個人挫一下 對 最後一擊 那因為需要時間的 所以常常需要別的技能去配合 才能打出那個大傷啦 那再來 呃 他的最虛弱的是指血量絕對值最低的人 對 血量絕對值最低的人 所以其實就算你把前排打得多長好了 他常常還是會往後排那種滿血的後排戳下去 對 常常會跑去往那種滿血後排戳下去 這是比較令人難過的地方啊 不過 這個技能呢 你可以同樣 用同樣有描述是對最虛弱的敵人發動 最後一擊的那種角色 一起做 呃 就是他們放最後一擊 畫中 彌畫劍克放最後一擊的時候 你用那種也針對最虛弱的敵人做最後一擊的角色 同時發 發招的話 可以帶來不錯的血量壓制 甚至是直接擊殺那個敵人 對 那我們看他的一技能 貴族圖刺 那彌畫劍克使用極劍圖刺 而擊中敵人數量獲得護盾 畫中人發動火焰圖刺 根據擊中敵人數量增加加速 對 所以可以看出來 彌畫劍克是個比較生存取向的角色 那畫中人是個比較輸出取向的角色 那也是 就是針對他的擾亂 針對他的擾亂 呃 應該是說用不同的性質 在敵方陣中進行擾亂這樣 非常單純的一個技能 再來 糾纏身影 彌畫劍克呢 召喚畫中人的虛影 吸收敵人能量 最多吸三個 那人少死會集中 然後吸收死敵人沉默 那如果畫中人呢 主體是畫中人的時候 召喚彌畫劍克的虛影 吸收敵人生命 最多吸三個 人少死會集中 然後吸收的時候敵人繳械 那就是根據不同狀態下 利用這個糾纏身影 來造成控制 那就是 不過比較奇妙的是啦 戰鬥一開始通常都會是彌畫劍克狀態 所以你去吸敵人能量 然後 讓敵人沉默 好像不是時候啊 大哥 那戰鬥到了比較後期的部分 會變成畫中人 所以他會召喚彌畫劍克出來 讓人家繳械 可是物理腳已經爆發完了 大哥 你這個繳械現在出來的是 有點慢了 但是不失 這招是個非常強大的控制招式 群體 就是如果夠集中的話 可以三個人控制 然後 重點是他可以抽能 然後還可以吸敵人生命 雖然說吸敵人生命 這個聽起來真的就不是很厲害 但是抽能聽起來就厲害多了 對 所以 彌畫劍克 也是靠著這招 打出他的擾亂的效果 不然你只在敵人那邊 穿來穿去 穿來穿去 打你一點傷害 這樣也沒有人管你啊 你被一隻蚊子咬 你會很生氣嗎 其實好像蠻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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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打死你 死蚊子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反正就是 利用糾纏身影 達到那個控制的效果 那最後是畫中人 那當彌畫劍克受到致命傷害的時候 會被吸入畫中 那畫中人會出現繼續戰鬥 並回復部分生命 那就是彌畫劍克 啊我死了 那畫中人 我復活啦 那這時候 貴族圖刺跟糾纏身影 就會以畫中人為主了 對就會是以畫中人為主 那在二重生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會施放技能 不會施放就散身影 因為沒有辦法叫出虛影來 他們就只會施放貴族圖刺 對 所以 彌畫劍克等人說 我繼續擾亂了 啊不小心翻車了 畫中人出來繼續上 繼續亂 對繼續亂 那就是變成說 他有一次翻船的機會 不小心翻船了是不是 那讓我們再來一次 對這樣的概念 啊又是彌畫中人也死了咧 拜拜啦 就拜拜啦 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咧 拜拜 那其實畫中人 把彌畫劍克呢 你把他計程組看完之後 真的就是 沒有什麼決定性的傷害 沒有什麼決定性的坦度 但是 夠魯霄的一隻角色 這隻角色真的就是 用魯霄來形容 那 他比較優秀的地方 彌畫劍克比較優秀的地方 是他還沒有自保 對他還沒有自保 所以 針對一隻有點輸出 又有點生存的角色來講 沒有自保 這是一個天大的喜訊 因為任何的自保 只要在他的輸出 或者是生存上 再多動點手腳的話 他這隻角色就可以得到卓越的提升 對 但是 像什麼維納斯這種角色 可能就真的沒有救了 就算有自保 我看 我看喔 你可能 唉那維納斯我不想講 那個真的沒什麼救了 我也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什麼想法 來 現在看寵物的部分 那彌畫劍克呢 他 他可以 他其實比較適合的是 力量型的寵物 再增加他的生存 那他有時光殺肉 那我說了 他的任務就是 在敵人陣中穿梭 然後造成困擾 所以殺肉是唯一選擇 那 除了選八哥跟鬥牛之外 另外一個想法是 給他 者行孫 這個後面我們會講 給他者行孫這一點 我們後面會講 那 其實也不是後面 這邊就會講到 塔羅牌的部分 因為他是 戰車贏者跟惡魔 他比較沒有 他沒有傳統角色的那個 力量 節制或者是魔術師 對 所以如果他有節制的話 應該是選節制會好一點 那但是在這邊 你可以發現是 戰車贏者跟惡魔 那球穩的狀況下 當然是選戰車的 但是但是但是 我剛剛說了 他是一隻穿梭敵陣造成 傷害跟控制的角色 如果你想要讓他有那種刺客的感覺 我這樣突然捅一下 哇好大的傷害 那其實是要選 那個惡魔的暴傷會比較好 這就是為什麼 剛剛寵物的部分 會聽到者行孫 因為者行孫有加暴率 那再配合他的惡魔的暴傷 其實是可以打出不錯的效果的 但是比較悲慘的事情發生的就是 我的塔羅牌的部分 只有抽到四張 三惡魔一戰車 有點悲慘 那其實因為你可以發現的是 畫中人他半身 召喚出的半身會額外獲得10%敏捷值 那敏捷來講是有加暴擊的 敏捷是有加暴擊的 所以在他本身是個敏捷系的角色狀況下 他暴擊其實不會差到哪裡去 那再搭配上者行孫的給的暴擊 那再搭配塔羅牌給惡魔的暴傷來講 彌化劍克高薪之後 其實可以期待他打出不錯的傷害 對 在這麼重重加疊之下 他可以打出不錯的傷害 是可以期待的 嗯 那我們來講他綜合評比部分吧 推圖方面 我們推圖需要的是正統大坦 正統輸出 正統輔助 這種旁分左道 不需要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這隨時隨地都會死去的角色 高強度的場合呢 其實啊 彌化劍克的糾纏身影 可以做到很好的第一波控制 但是但是 在那種三星通關的場合 真的比較派不上用場 就是我剛說的推圖 或者是那種高強度的推圖關卡 也比較用不上 因為 通常糾纏身影 我們要的只是一時的控制 我們只要你先控住他 我們其他人會處理後續的事情 啊我控制完之後 我要做什麼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了 對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了 是這樣的嗎 所以彌化劍克他 就比較屬於一個 比較會被犧牲的角色 但是我們需要的是他第一波控制 那就算他第一波控制 失敗了 至少他有化妝人可以再站起來 再做第二波控制 那他可以至少做兩波的控制的狀況 可以在高強度關卡 為我方爭取不錯的時間 對 那在競技場的部分 所擺了現在競技場 我們需要正統的坦克 正統的鬥士 正統的輸出 正統的輔出 不需要這種幫忙做到 再講一次 一樣的梗再用一次 所以競技場部分他比較派不上用場 那巔峰的部分 其實他就很不錯 因為你在巔峰的時候 對方的陣容 他會有一個 通常都會有一個主題性 你只要對方的主題性 不夠強力的時候 彌劃劍克 他有著半坦的狀況 他有著半輸出的狀況 那他有著擾亂的功能 也有著控制 所以其實他在面對 不管什麼隊伍 只要不是五個 五隻角色全都是像競技場 那種T1程度的話 其實他是有在其中穿梭的本錢的 那他也有繼續作戰的本錢 跟活下來的本錢都有 只要不要對到那種 對方是類似競技場 那種5T1 4T1那種角色的 其實都還蠻安全 都還蠻安全 那在夢境跟團父 這兩個部分可以一起講 夢境跟團父 他派不上用場 雖然曾經有個夢境 有個挑戰夢境 我記得我有短暫的用過 他忘記是哪一個了 是子人嗎 好像是子人吧 就是靠著他的糾纏身影 去讓子人流失能量 對他說蠻穩定 可以去流失能量的角色 不過他不是第一手 他不是第一手去流失人家能量 所以沒有像維納斯那麼猛 就是第一手去控制人家能量 那值不值得入手嗎 這是590 這隻 迷花見客 你知道其實他是一隻 有也好沒有也霸的角色 可是說實在的 你現在把他買到手上來了 跟維納斯比起來 他的作用 可能還是多了一點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在巔峰 其實還有他可以發展的地方 而且 不管是七隊或五隊 五隊你願意擺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擺 迷花見客進去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中後 就是前中牌在使用 而不是一個傳統前排 對 所以值得入手程度 雖然真的沒有高到哪裡去 但是我願意 我個人的部分可以給他2分 大概2分 5分裡面給2分 雖然不是很推薦 但是你把他入手之後 他還是有他一定的用處 不像是當前的維納斯 那麼的尷尬 完全沒有任何用處 你實在找不到他用處是什麼 唯一用處 只能第一手能量控制 沒有然後了 沒有然後了 對 像迷花見客 我剛剛至少講出來 高強度關卡可以讓他去控兩次 那巔峰也可以 在大部分的隊伍 狀況下活下來 那夢境跟團夫 算是他比較派不上用場的地方 對 那可是跟維納斯比起來 只能打一個指人的狀況比起來 他算是好一點 可以2分 那 那迷花見客 有什麼過往嗎 這隻角色當初出來也是 相對很弱的角色 相對很弱的角色 主要是他的二重生跟畫中人 就是他的二重生 一開始是沒有那個10%敏捷加成的 就是額外10%敏捷 好像是沒有那個 因為我去看我的影片 我去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我發現 那個 他寫說 半生有本體110%的能力 這個是本來就有的 那 那 這個 獲得額外10%敏捷 那個我 我記得我好像一開始沒有看到 所以那個好像是一開始沒有的 再來他補強的部分 好像是 是他畫中人的部分 他原本點滿不是99% 他原本苦樂北凱不是99%血 我記得 我記得是這樣 修了這兩個部分 那其實 我覺得修的不到位 修的不到位 其實 彌化劍客最大的問題不是那個 但是 願意把他改強也是很不錯了 也是讓他的作戰能力向上提升了許多 對 讓他的大絕掉出來的分身會痛 那至少讓他苦樂 白起來的時候不會馬上又苦樂 然後就白不起來了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當初在用他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用的也是覺得 這隻腳是很差勁的 那個 司法動畫過久 但是我就後來想想 他這司法動畫過久 也是在幫我們控制敵人啊 好啦好啦好啦 就原諒你吧 可是 就是大部分的時間 就只有一招 貴族圖刺的狀況下 其實 在斷醉後面 畢竟 你知道斷醉的光芒 真的就是把 後面很多角色都搞得很暗淡 在斷醉後面出的角色 你就會覺得 這角色怎麼這樣啊 你看他斷醉 對不對 那段時間最長比較的角色 就是你看那斷醉 對 那在這種情況下 很多角色都會 相對被低估 對 然後使用起來就會覺得 很不怎樣 但是其實你現在回頭來看 雖然 彌化劍刻的確 沒有那麼強沒錯 可是他也不到當初那麼 爛的狀況 他也不到當初那麼爛的狀況 那但是當初我自己用起來 就覺得 啊你就只會貴族圖刺喔 在那邊空一下人家 然後普攻普攻普攻 然後咧 開個分身出來 然後兩個人在那邊戳戳戳戳戳戳 就是 剉一個人 傷害怎麼這麼低啊 怎麼這麼低啊 對不對 這角色真的很沒用耶 後來 仔細 想了 理解了一下 他好像真的不是打傷害 也不是來負責坦的部分 就是一個 擾亂的部分 對 所以 現在看他 比當初看他好多了啦 搞清楚角色定位之後 其實 你就會覺得這隻角色其實不是那麼差勁 那如果你搞清楚那隻角色定位之後 還是覺得他是那麼差勁呢 那就是角色的問題 就是角色的問題 很明顯 泥花劍客不是他的問題 是我當初搞出他定位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都可以幫我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或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泰坦總情馬拉松 第十九集再會囉 掰掰